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差不多也该有六十四道天雷了吧 这还不停 难道竟有八十一道 连颂瞥了眼黑如浓墨的天空道 这老天是发的什么风 三叔甚言 叶华指了连颂的话头 转头看看墨渊问道 兄长可知 这是为何 墨渊背着手 撵着自虚沉吟不语 他觉得记忆里有什么一晃而过 似有关联 却又不太真切 不待他想明白 夜话一声轻呼让他回了神 来了 随着龙龙之声从天边翻卷而来 巨龙探出龙手末的张大了口 裹着寒芒的紫电喷涌而出 邪万疯莫当知识直奔光球而去 光球突然暴涨了一圈 旋转的速度陡然变快 紫色的电光从光球上透体而过 记得光球晃了晃 表面又是一阵符纹掠过 巨龙吐出的紫电一阵紧似一阵 光球旋转的速度也一圈快四一圈 上面的符纹绘成一片洪流 先例激荡 在光球四周一出数道虚影 倒四给光球加了个莲花座 十 十一 十二 众林从刚刚雷声暂停的时候 就开始竖着落雷 差不多该到八十一了吧 众人皆知他的意思 君丙悉凝视 谁知上鱼三道旋雷时 一便突起 巨龙探出的龙手一个收缩 巨大的身躯在空中翻了个滚 半红半金的天幕 竟似被他滚进了躯体里 龙身不再是浓黑色 而是成了金红交杂的吃金色 那龙瞪着一双大如同龄的怒目 直直望着光球 光球也不畏缩 停了旋转静静的浮于半空 浩渺苍穹间 万籁俱计 没有这巨龙和光球如高手对决 凌渊至月 片刻 赤金色的龙羊者五指立起身躯 一道笔放才粗壮了数倍的紫电 蓬勃而下 光球领人接招 紫电哗来一声穿过球体 原本乳白色的球面上 泛起层层赤金色的波纹 一条淡淡的裂缝出现在了球体上 远处一道青色的流光呼啸而来 迅疾如流星 疏忽划过众人所在的云上 只取凌全而去 下一道紫电袭来时 青色的流光骤然上前截住落雷 万千截面反射了漫天电光 近视苍和神剑 倒到剑视滑破云空 在巨龙身上也留了痕迹 一时龙吟生生不绝 光球上的那条裂缝 突然凯叉叉延伸开去 遍布了整个球体 下一刻 光球如破碎的蛋壳 裂成了片片残影 一个人影从光球悬浮的半空 直落到灵泉里 激起一片水花 然而紫电并未放过 余下一道人排山倒海 向那人影只扑过去 东 东华 凤九真大了震惊的眸子 那个人影是东华 这世上其他人他许会看错 唯有东华他绝不会看错 东华 凤九架起云头就要往里冲 被白衣与白针一把拉住 他不甘心地扭动着身子 让我去 那是东华 九丫头 九天玄雷不是你能受的 拳眼也上前挡他 正带在劝 呼听墨渊冒出一句 是混沌神雷 哲言惊讶地转头看着墨渊 你是说有话声之笑的混沌神雷 他看着灵泉方向嘀咕了一句 东华这家伙对自己还真吓得去手 他俩不再多说 去动身法往灵泉方向急速而去 此时 最后一道玄雷已然落下 见仓河剑又来阻拦 碎分了两只 一只堵住仓河去路 一只直奔灵泉中的人影而去 深紫色的闪电再无遮拦 朝着那人影的后心狠狠打去 电光接触皮肉 五脏六腹皆是矩阵 一阵交互的味道飘起 那跟人影扑得一口鲜血喷出 再也维持不住浮在水上的身形 直直往灵泉中沉去 总算哲言与莫渊及时赶到 一把将那人捞了起来 又在灵泉边寻了平坦处落了云头 哲言小心地将人扶着坐下 果然是东华 只那医生本以为是深色的衣物 却是沾了层层叠叠的赤金鞋染成 一头银发也似在血中泡过一般 早湿了原本的色彩 他脸若精致 呼吸急促 浑身上下都是大小伤口 但虽昏昏沉沉 精神不济 倒还未湿了一时 哲言上次看到东华这般凄惨药儿 是在星光节节外 此时虽心喜于他的归来 却没想到他竟用了这么个很利的招耳 他一边给东华把麦一边骂道 你是不要命了 用混沌神类翠体 既留了一分神识 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两个万来年 瞧这神魂不稳的样子 东华一阵剧烈的咳嗽 又吐了几口血 却是神色浅淡 全部在意 这不是 这不是成了 哪来 那么多废话 莫愿见他气息不稳 容色惨淡 既欣慰又不忍 这混沌神类翠体 虚得连日九天 每日授纳九九八十一道旋雷 附神的书册上虽有记载 却从未听闻有人成功过 东华 你这兵性显着的性子 怎么就不能改改 倘若 不是如此 那还是 还是我东华吗 一语弊 道教二人都住了嘴 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旧年里 果然 这才是那个洪荒岁月里走来的东华帝君 一个娇小的身影 下了躲歪歪扭扭的云从远处而来 一叠声颤悠悠的 东华 想起 东华费力的从哲言和墨渊手中挣扎做起 还想再站起身 却是一分多余的力气也拿不出了 他知自己的脸色定好不到哪里去 也哭不了许多 只来得及扯出一个微笑 抬起一只手扶住凤九扑过来的身形 小白 我回来了 他尽力吻着气息 看着这张想了几百年的娇言 和那额间艳丽的凤羽花 东华 东华 凤九累积了几百年的愁苦 终于有了发泄之所 此时他不是什么青秋女君 不是什么尊贵的帝后 只是一只想要在夫君怀里撒娇的小狐狸 他抱着东华哭了个昏天黑地 也不管眼泪鼻涕糊了一脸 要不是折眼提醒说 东华神魂不稳体力不济 须得好生修养 说不得这林泉水都得被凤九哭得涨了几分 苍穹之上乌云已燃散去 猙獰的巨龙早已不见踪影 碧海苍灵的断圆残壁上起了阵清风 林泉丛丛 丛又润泽了干涸的土地 凤九睁开枯肿了的眼泡 抽抽大大意识指也指不住 可握着东华的手 他心中满得快要溢出来 他想 他果然听到了我的话 我终是把他等回来了 从碧海苍灵到太陈宫 小狐狸又悲又喜的泪水足足洒了一路 自五百年前东华帝君与碧海苍灵 拜了渺落化归天地以来 九重天的气氛就一直胜为凝重 东华帝君虽退避太陈宫已久 到底威名赫赫 震慑四方 但有男士总能指点一二 或帝君亲自办了也是有的 他这一去 平常的先者不过唏嘘痛惜 天君确实唉声叹气 不知这一来又要生什么变数 这尊神在实 好了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